周瑞女人帶著詩琦出去,兩個小婆幫她拿著東西跟在後面。 走了沒幾多步,獸吉在後面追上來了,一邊抹眼淚,一邊就另一個券包給詩琦說, 這些是姑娘給你的,主伯一場,現在要分開了,給你這些東西,心記住我們姑娘。 詩琦接著東西就哭得更加清涼了。 周瑞女人不耐煩,一尾個催,兩個人就只好分手。 詩琦又求情說,大娘,阿嬸,給她人情,現在先休息,等她跟相好的姐妹慈別下,算是這幾年我們好了一場。 周瑞女人,她們各有各的事,現在做這些事是不得已的。 放錢,又很討厭那些丫頭仔,平時大模大樣的。 現在怎會聽她們的話呢?周瑞女人就說, 周瑞女人,勸你快點走吧。 周瑞女人,別這樣拉拉扯扯,我們還有事的。 周瑞女人,不用去辭別,誰跟你這麼親。 周瑞女人,他們笑你也來不及笑。 周瑞女人,你以為你這麼賴死就賴得到嗎?快點走吧。 周瑞女人,一邊說,一邊不歇腳地,直筆帶著走去後角門。 周瑞女人,斯奇無可奈何,又不敢再說,只好跟著出去。 周瑞女人,剛巧,寶玉在外面進來, 周瑞女人,見到帶著斯奇出去,後面的人又拿著東西。 周瑞女人,她就料到,斯奇這趟去了,就不能進來。 啊,上天見入話走了,今天見斯奇又走, 不覺就好像喪魂失魄一樣, 攔著來問,去哪裡? 周瑞女人,他們都知道保玉平日為人, 就拍說多誤事,笑笑話, 嘿嘿,不關你的事,快點去讀書吧。 周瑞女人,寶玉,寶玉就說, 那都可以讓她等一等,我有事啊。 周瑞女人就說,哎呀,此陣太太也不准的, 又有什麼事啊? 我們就知道聽太太而已, 不理得那麼多了。 斯奇就拉著寶玉,說, 他們不做得此的,你要求求太太。 寶玉忍不住心酸,她說, 啊,我都不知道你做了什麼這麼大件錯事。 情文病了,現在你又要走, 都走了,怎麼還好啊? 周瑞女人急起來就說知奇了, 哈呀,你現在不是傅小姐的了, 不聽話我就打得你了,哈? 你別指望好像往日那樣啊, 姑娘幫著你呀,任得你作壞呀。 還顧著說,不快點走, 和那些少爺哥仔在那裡拉拉扯扯, 整什麼規矩呀? 那幾個職父呢? 就不由分說, 拉著斯奇就走了。 寶玉就怕他們去告狀呀。 那氣得燈緊他們, 走遠了, 就指著他們的背脊就罵了。 哟, 奇了奇了, 為什麼這些人一嫁了人, 染了那些男人的罪就這麼文章呀? 比起那些男人更抵殺。 那麼看完門, 那婆仔聽到就忍不住好笑, 就問他, 對呀, 我敢說的, 凡是女孩子個個都好呀, 女人個個都壞呀。 寶玉就顱頭一尾話, 沒錯,沒錯。 他還想說的時候, 就看到幾個老婆仔走來, 心急急地說, 哎呀, 你們欣賞呀, 家喊齊事後的啦。 現在太太呀, 親自入園呀, 在那邊查緊呀, 怕要查到來這邊的。 還吩咐了呀, 叫情文姑娘的歌嫂呀, 來領她出去呀。 哎呀, 阿彌陀佛咯, 今天天開眼呀, 送了個和害妖精酒, 大家安樂咯。 阿彌陀佛咯, 寶玉一聽見, 王夫人進來查, 就料定情文這趟走不甩, 她早就悲地趕回去了, 所以那婆仔後面說的話, 她都沒有聽到。 寶玉回到怡紅院, 就看到整班人在那裡, 王夫人坐在屋裡頭, 嚇到臉, 看見寶玉都不理。 情文四、五天沒有淡米水下肚子了, 氣息嚴嚴的。 現在就正是被在礦裡拉下來, 兩個女人就撒住她出去。 王夫人就吩咐掉了她的貼身衣服出去給她, 其他好的衣服呢, 就留下給那些好丫頭穿, 那又叫這裏所有的丫頭, 一一來過目看過。 接著就問了, 誰和寶玉一天出生的? 那個丫頭本人就不敢出聲, 有個老媽媽就指著她說, 這個惠鄉又叫四兒, 和寶玉一天出生的。 王夫人細看一下, 雖然不及情文一半, 直到有幾分修飾。 看她的舉子, 那些聰明很愛怒, 打扮也不同。 王夫人就說, 這個亦是不知醜的。 她背後說, 同一日生的就是夫妻呀。 是不是你說的? 以為我隔得遠, 不知道呀? 我的人不經常來, 我的心呀, 我對意呀, 時時都在這裏。 我總共只有一個寶玉, 難道就放心任你們勾引壞她嗎? 那四兒見到王夫人說出她平時和寶玉談過的物體, 一瞬間就臉紅了, 趁著頭流眼淚。 王夫人叫她馬上叫她家人來, 帶她出去配給人。 然後又問, 誰是方官呀? 老媽媽指指方官, 王夫人又說, 哼, 唱戲的女生, 實是狐狸精來的。 上次放你們的啦, 你們又賴在這裡不想走, 那就要安分守己才是的。 你居然搞三搞死, 搞到寶玉無所不為。 方官就笑著解釋了, 我不敢教她什麼的。 你還不辯薄? 你連自己乾娘也欺負到, 還不用說別人的。 叫她乾娘來帶走, 想她在外頭自己找個女婿, 把她給回所有東西給她。 然後又吩咐, 上年分了給姑娘的唱戲的女兒, 唯一論不准留在大觀園, 叫各人的乾娘帶走她自行評價。 那這個消息一傳出去, 那些乾娘個個都感恩不盡。 那麗齊曬向王夫人叩咐, 就領走她的乾女。 王夫人就整個屋子找保育的東西, 凡是有小見一點、外眼一點的東西, 就收的收, 就捲起來的捲起來。 就叫人拿去自己的房間, 還說, 這麼乾淨啊! 免得讓人說, 雜人、謝瑜, 你們小心啊! 以後再有一些行叉答錯, 我一輪不放過。 因為叫人查過今年吳儀搬遷, 熬過今年, 明年一起搬出去, 那就乾淨一點。 說完之後, 茶都不喝, 就帶著眾人游過帝書去茶了。 那補玉呢? 本以為王夫人是手下的, 沒什麽大事的。 怎知惡成這樣啊! 而所責怪的事呢, 都是自己平時說完說完的說話來的, 真是一字不差的。 那補玉呢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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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叫她, 回來好好地讀書 去看, 然後明天問你。 那補玉呢? 就翻轉頭了, 一路走, 他就一路想。 誰這麼多嘴呢? 這裏的事沒有人知道的,為什麼說清楚的呢? 他一邊想著,一邊就進了屋子,見到雜人坐著流眼淚。 寶玉不見了自己最好的人,豈有不傷心,就趴在床上哭起來。 雜人知道他的心,別人都猶自可,唯獨是情文,是第一大件事。 他一邊勸寶玉說:「哭也沒用的,你起來吧,我告訴你,情文好了,他回家,反為靜養了幾天。 你真不捨得他,等太太火氣下了點,你再去求老太太,慢慢再叫情文進來吧。」 太太不過是聽了人家底位的說話,一時火氣上來才這樣而已。 寶玉就說:「我也不知道情文犯了什麼韜天大罪。」 寶玉就說:「太太嫌生得太美,未免輕挑一點。太太好知道這樣的美人,當然是不安分的,所以就恨她了。好像我們這樣粗粗笨笨就反為好。 寶玉就說:「我們自己靜靜說來玩的東西,怎麼太太也知道,又沒有外人酒樓風聲,那就奇怪了。」 寶玉就說:「哎呀,你呀,都沒什麼難的,你一時高興就不管有人沒有人,怎麼這麼說話的了,我打個眼色,遞個暗號給你了,讓別人知道你也不覺得。」 寶玉就說:「為什麼人人的錯處,太太也知道,只是抽情不了你和蛇魚的臭文?」 寶玉就說:「雜人聽她這麼說,她心裡逼白,就搓了一下,只剩下頭半天,沒得回答。」 寶玉就說:「是呀,若論我們也有說笑不留心的地方,為什麼太太也不記得呢?當然還有其他事,等以後再發放我們也不知道。」 寶玉就說:「哼,你是頭一個出了名的,自善自然的人, 他倆又是你徒野教育的,怎麼會有該佛之處呢? 寶玉就說:「方觀他是小時候過於伶俐,此強壓人,惹人厭,四爺是我害他的。」 寶玉就說:「那年我和你吵架了那天,叫他進來去裏頭做事,佔奪了地位,所以只有今天呢?」 寶玉就說:「就是情文,他也是和你一樣的,自小在老太太那邊,後來過來的。」 寶玉就說:「雖然他生得比別人好,都沒有妨礙到誰,就算他性情爽快一點,口嘴厲害一點,都未曾得罪過你們。」 寶玉就說:「我想,一定是因為他生得好樣的樣子,反而害了他。」 寶玉就說:「說完又是哭起來了。」 寶玉就說一下他的說話,就好像寶玉有些疑心他自己那樣, 那就不要再勸了。 寶玉就坦淡氣話了。 寶玉就說:「唉,天知道是,現在都查不出人來的,哭都無謂的,不如養下精神,等老太太高興那時候,跟老太太說要回她才對。」 寶玉就冷笑一下說:「哭哭,你又不用哄我歡心,等到太太平復回來,看情況醉去要情聞回來,怕她的病都不等得到那麼久了。」 寶玉就說:「他自小就嬌生慣養的,何嘗受過一天委屈呢?」 寶玉就說:「他這趟出去,就好像一盆剛剛抽出亂戰的蘭花,送到豬窩那樣。」 寶玉就說:「況且又是一身重病,一肚悶氣。」 寶玉就說:「他又沒有親爹親娘,只有醉鬼孤口哥哥。」 寶玉就說:「他回去,一時都無關的,還等幾天嗎?」 寶玉就說:「怎知道還見不見得到他一兩面了。」 寶玉就說:「說一說就愈發傷心了。」 寶玉就笑他:「你呀,只去州官放火,不去百姓點燈,我們偶然說句不好聽的,你就說這樣說不理事。」 你現在好地地揍他就對了嗎? 寶玉就說:「不是我揍他,今年春天已經有嘯頭的了。」 寶玉就快點問他什麼嘯頭呢?寶玉就說:「你呢,街上好好地一棵海棠花,無緣無故死了半邊,我知道有事的,果然就認了在他身上。」 寶玉就說:「我不想說的又忍不住,你呀,真是太過婆婆媽媽了,你是個讀書的男人。」 寶玉就說:「不知草木啊,凡是天下的東西,都是有情有理的,跟人一樣,得了自己,就極之靈驗的。」 你看看孔廟前的桂樹,墳前的絲草,諸葛慈前的柏樹,樂武墓墳前的松樹,都是堂堂正大,跟著人的正氣千古不磨之物,亂世的奏偉,自小的奏永,幾千百年,幾次夫而復生。 那豈不是邵應呢? 由於楊太珍的沉香亭的木卓藥,黃昭君寵長的長青草,不是亦有靈異嗎? 所以這棵海棠,亦因為人就要死了,所以他就死了半邊。 習人聽了保育這番神話,又好笑,又好嘆,又好嘆。 他就說:「哎呀,你越說越驚起我把火了,情文是什麼? 浪費這麼多心思,跟他找這麼多人物來比? 還有啊,他縱然好啊,都騎不得過我的頭。 就說這棵海棠,為來比我先,都輪不到他,一定是我就要死了。」 那保育就快點掩住他的嘴,說:「那又何苦呢?一個都未清,你又這樣? 算了,別再提了,別搞得走了三個,又扔了一個了。」 習人心中就暗暗高興了。 如果不是這樣,你也不能收拖啊。 那保育又說:「現在這樣吧,你將他的東西靜靜打發人,送給他吧。 在我們存在那些錢裡,拿幾條給他養病,也算你姐妹相好一場啊。」 習人就說:「你看看我們這麼小器,又沒有心肝。 不用你說,我已經將他日常穿的衣服,用的東西收拾好了。 現在日常人多眼閘,等到馬黑靜靜叫素媽拿回去給他。 我儲了幾條錢,都給他了。」 寶玉就喜小個多謝了。 習人就說:「我是出名的賢人啊。 連這些那麼多的好明星都不懂得買嗎。」 寶玉聽他這麼說,就連望培少婦為他一番。 那晚一刻,真是靜靜地派了送媽,拿了情文的東西給他。 那麼寶玉就搞定了這些東西之後,就自己一個人出去了後角門, 求一個老婆帶她去情文的家。 起先的老婆怎麼都不肯, 日美說:「人家知道了,告訴太太,我還要吃飯的。」 後來寶玉就死了爛爛爛爛,又給了些錢給他, 那婆子才肯帶她去情文那裡。 那麼這個情文呢? 當日啊,她就是管家賴大的女人, 花錢買回來的。 那時候情文才是十歲的。 因為時時跟著賴大的女人進來賈府, 就讓賈母見到她。 見她生得又聰明、伶俐又好樣, 就十分喜歡她。 故此賴大的女人, 就敲敬了給賈母來洗換。 過了幾年, 賴大又幫情文的孤口表哥阿桂兒, 娶了房媳婦。 那個媳婦又是幾伶俐的, 又有幾分樣子。 見過丈夫的桂兒沒什麼本事, 她們天天打扮到妖妖妖妖, 兩隻眼水汪汪的就夠了風騷。 引到賴大家的人, 都好像烏鷹那樣生氣, 漸漸就勾搭上了。 當時情文已經在保佑屋裡服侍了。 貴兒就求情文去求鳳姐, 讓她們跟著賴大家進來。 所以現在貴兒兩夫妻就在大官園後角門附近住, 在園中做雜差。 情文被趕了出來, 就住在她表哥貴兒那裡。 貴兒的媳婦哪裏有心機去照顧情文? 一吃了飯, 就靠家靠戶去坐, 只靠情文一個人就躺在外頭的房間。 這陣子寶玉來到, 就叫她帶來那個婆婆在園門外頭看著。 她自己就拿起堂草簾進去。 一眼就見到情文躺在爐脊草礦上面。 好在那些被子、枕都還是她往日用的東西。 寶玉的心都不知道怎樣才好。 她就過去含著眼淚, 伸手輕輕拉拉情文, 小小小叫了兩聲。 當時情文, 因為先頭是攝親風, 又被她歌嫂數了她一輪, 病上加病, 咳了一整天, 剛才蒙蒙隆隆睡著了。 忽然聽到有人叫她, 就勉強睜開雙眼看著。 一見是寶玉, 又驚又喜, 又悲又痛, 一下子就抓緊寶玉的手, 一半天才說出半句話來, 我還猜看不到你了。 接著便起小咳嗽了。 寶玉也只知一味的秋熱。 情文便說, 阿彌陀佛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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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來就好了, 倒半碗茶我喝, 喝了半天, 想叫半個人都叫不到。 寶玉, 那寶玉便便問她, 那些茶是哪兒呢? 咳嗽, 露台上那些就是的了。 寶玉便看著, 見到一個黑色色的沙煲在那裡, 都不像是茶壺的。 她就在桌上拿了一隻碗, 這碗又粗又大, 不像是茶壺的。 寶玉便看著, 聞到一層油溢脆的。 寶玉便拿去用水洗了兩次, 然後才拿起沙煲倒半碗。 一看著, 紅紅的也不是茶的。 情文便撐著枕頭隔起身, 說,快點讓我喝吧, 這些就是茶壺, 怎能和我們裡面的茶壺呢? 寶玉自己便試了一口, 什麼香都沒有的, 又沒有茶味的, 一味的苦澀, 就是這樣就當作是茶的。 她試完之後, 就遞給情文, 情文就好像得了甘露一樣, 滑滑一口, 一口就喝了下肚子, 抱了心就想了。 往時多好的茶, 她有時候還說不夠好。 今天是這樣的樣子, 可見古人說的, 飽與烹仔, 飽與烹仔, 激艷糟糠, 又說, 飯飽就弄足了, 可見是沒有錯的。 寶玉一邊想, 一邊就留著眼淚問情文, 你還想說什麼, 趁沒有人告訴我吧。 情文的話, 還有什麼好說呢? 熬得一時一時的, 熬得一天就一天的。 我知道, 反正最多都是三天五天, 我就要去的了。 只要一樣, 我死都不甘心。 我雖然生得比其他人好養點, 只要我沒有私情物意勾引過你, 為什麼只要一口咬吃, 我是狐狸精呢? 我不回復了。 今天已經歪了我這樣的名字了, 而且我快要死了。 我真是後悔了, 就像這樣。 我當日就不是這樣做了, 想不到我千心所以意, 以為大家在一起好。 誰知道, 三案八道就是這樣的說話, 搞得我有緣無處數。 說完, 她又是起勢哭了。 寶玉拿著她的手, 覺得她瘦得像枝枯材一樣。 看她手腕裡還帶著四個銀額, 寶玉說, 先脫下它, 等好一支債花。 就幫情文脫下銀額, 塞在枕頭底下。 然後寶玉說, 可惜這兩隻指甲, 這麼難得長得二串長, 這趟一病, 短了很多。 情文抹下眼淚, 伸手拿起剪刀, 將左手兩隻好像聰明的指甲, 齊腳就剪了下來。 又在皮鬥裡, 將鐵身穿著的一件舊紅玲奧, 除了下來, 連指甲一起給了寶玉說, 你收起來吧, 以後看到它, 就好像看到我一樣。 快脫下你的帽子給我一隻, 我將自己一個人躺在棺材裡, 就好像在瑤雄園一樣。 照理, 是不該這樣。 不過也已經揹上了這個名字了, 我也不理得那麼多了。 寶玉就快點換衣服給她, 自己收起來了。 情文又說, 回到他們看見, 問你上來, 你不用騙他們的, 就說是我的。 既然不是都說我是了, 就這樣做, 反正都是這樣。 這頭說的, 那頭她的嫂子就笑嘻嘻地 納簾進來了。